OST收割机周深这次来收割苍蓝爵了 8月27号周深在社交平台无奈发文 我都想捂住我的嘴 魂墨还带上三个流泪的表情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小兰花在东方青苍面前自吻 甚至最后灰飞烟灭了 周深开口 虐情升级 救命啊 真的双倍刀子 以前听了无数遍这首歌曲 此时真的给虐恋又加了双重buff 真是完转的吟唱 无声却有肝肠寸断 缓缓讲述了一段美好且遗憾的爱情故事 一开口就已经流泪了 周深真的太难了 每每电视剧出现这种很悦的剧情时 就会响起更加悲情的音乐 相思相许 天南地北 冲飞客 老痴几回寒暑 欢乐去 离别苦 酒中更有痴儿女 在周深唱大鱼之前 花千古诗图虐恋席卷影视圈 之后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打开了生生世世轮回纠缠的大门 这一阶段古偶仙侠剧疯狂生长 与周深而言 是他这一尾大鱼 碰到了自己的辽阔海洋 古偶仙侠比起古壮剧少了几分宿目 比起武侠剧多了几分飘渺 OST就需要勾勒虚空的幻境 传达细微的情感和情绪 这种似有若无如迷雾一般的感觉 和周深空灵干净饱满的音色 堪称天作之和 扎实的唱功让他可以在美声流行之间自由切换 介桥使用更是行云流水 能和胡偶仙侠剧OST适配度这么高 除了音色特别唱功扎实 最难得的还是周深唱伤了得 周深本人把唱电视剧OST 形容成参演电视剧中的一种方式 闭上眼听他吟唱 眼前总是会不自觉的 随他的声音浮现出一个个画面 异曲结束足以刻画出一个或平淡或温暖或遗憾的故事 李玲玉在评价周深的时候说 第一次听周深唱歌就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自己听得掉了眼泪 OST大户电灯泡专业户周深 不管甜剧虐剧 不管发糖发刀 总是适时出现 歌唱别人的绝美爱情 周深这种清澈婉转讲故事的方式打动了很多人 而他也依靠强大的号召力 通过这一首首OST和电视剧本身达成了双向成就 扎根OST界并不简单 与周深来说 事实也运也 更是他唱的一个又一个故事 开出的花朵 接出的果实 求你了天下 哥 我也想学美 真的是你这个小坏蛋 哼 唱得那么好 哼 教教我呗 哎 好像古装 然后我是上鞋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二龙腾飞组位成功 我 今天要不是四季平安 你还结尾不录了 哎呀 哎 哎 人吗 哈哈哈哈 只有只有汤了吧 回回春 等一下 哈哈哈哈 等一下 等一下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我相信你啊 哎 你不要一直给我压力了 沈沈 我相信你啊 哈哈 我不敢一样 好 现在你 现在你的情形好 嗯 嗯 哈哈 我爱才有的情节 好好吃 我真没吃 我没吃 我 不算 我不算 就好像我们的音乐一样 嗯 不受限 不受限 哈哈哈 不受限 我离开了 如果不是你 我不千里之外 你要欢唱主意 就说得更直白 哈哈哈